逃过65年牢狱,胡慧忠老公涉贪警求刑5年 台湾女星胡慧忠老公,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,因涉嫌行贿前年在美国纽约被捕,遭裁定贪污,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 外界推测最高控入狱65年,检察官在美国时间中一提出陈述书,质量刑最高可判入狱20年 感化报告则简易求刑5年监禁及罚款40万美元,约1231万元台币,要求法官判处重大监禁刑期及罚款 何志平涉嫌行贿查德于乌干达高官,检察官形容他在会陆计划角色不仅是参与,而是亲自指挥执行并做出建议,甚至领导他人确保成功绝非企业机器中的一枚齿轮,痛斥他毫无回忆,不能轻判 胡慧中日前则传出未旧丈夫,以中文手写武业信件为他求情,举出和志平昔日免除基层老妇医药费,山区医疹等事迹,赞扬他是现代世间含有君子,还感叹请和的朋友为他写支持信师,感受人情冷暖,打杯琴牌希望法官望开一面,法庭将于美国实际上, 三月二十五日早上开庭,正式宣布刑期